大家好,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硬派Q&A第11集 今天跟大家聊一個手法上面的一個 算是都市傳說吧 那需要來跟大家聊一下我的觀點 這個觀點在於是說 我們都知道推粉法嘛 是一種大家很常見的手法 那常常會有人說 推粉法推到 我把我的粉塵推到最高點的時候呢 我後面的充足呢 盡量不要超過我這個粉塵 不然的話呢,如果我把超過我的粉塵 把那個推上去的粉沖下來以後 我的粉塵一塌以後 我的風味就不好不乾淨了 這件事情到底是對於不對 好,那首先呢 這個問題其實要先去了解一下推粉法的目的性 其實推粉法是藉由粉塵的膨脹 以及手沖壺的落水 可以把粉塵從濾杯的正中間往兩側推 所以確實呢 你如果推粉法推的正常的情況之下 你會發覺我的粉塵從比較低的位置 會拉到濾杯比較高的位置 形成一個粉牆 對,那這個粉牆呢 其實它有很大的作用在是說 下半部最後的部分 咖啡粉最後的部分呢 因為一部分被往上推了 所以最後的部分呢 會變成比較薄 然後外側會有一些粉 所以在我們浸泡過程之中呢 它的流速呢 會變得比較流暢一點 那如果流速流暢的情況之下 你喝起來的風味呢就比較容易清亮 比較不容易浸泡過度 所以這次推粉法一個很棒的一個目的性 那粉牆推到上去以後呢 確實如果這個時候呢 我們把粉牆 藉由漏水的過程之中 漏得太高超過粉牆的時候呢 粉牆會往中間的部分重新堆疊 確實如果這個時候 你之後還有再沖煮 就是我把粉牆推掉之後 我後面還要再進行下一段沖煮的話 就會有點本末導致 為什麼 因為你好不容易把粉牆推上去了 粉塵變薄了 這時候你又把粉牆推回來 是不是又把你原本製造的一個 比較好的沖煮環境整個破壞掉了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會有這種說法 就是粉牆盡量不要推掉的主要原因 確實如果你把它推掉的話 粉塵會變得回復到比較厚的狀態 那你再繼續往下給水的話呢 可能會流速變慢 但是但是 全長要特別講一下 並不是每個狀況之下 粉牆都不能推掉的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的這次的給水 是最後一次給水 就是你這次注完水以後呢 你是沒有下一次 就已經到你目標水量了 就算你把你的粉牆給推掉了 其實對你的風味是沒有影響的 為什麼 因為你這次推粉這個瞬間 事實上你的最中間最厚的那個部分 它還是比較薄的位置 就算你把你的粉牆推掉 它也只是隨著你的水位降低 然後才開始做沉澱 就不會影響到你的流速 所以呢 在這種情況之下 事實上來說 推不推粉牆 對你的風味本身影響的不會太大 所以各位 在我們確認這個是否為事實的同時 今天我們要去了解說 為什麼粉牆它的存在 會對我們的風味的乾淨度會有幫助 主要原因在於是說粉層變飽 流速變快 所以呢 即使是你在最後一次 你把粉牆推掉 也不會影響到你的流速 OK 所以大家弄清楚這個前因後果以後呢 就會知道說 原來粉牆也不是不能推 但是呢 你要推可以 但是要在適當的時間推 如果你在太中段推 或者是你在比較前段的時候 就把它推掉的話 確實會影響你後半段的流速 OK 好 那我們今天的 印象課程也就說到這邊為止 請大家在學習手法的時候去了解一下 背後的原理的話 你會更理解 而不會過分迷信 OK 好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在這邊為止 謝謝大家 掰掰